有多少上班族曾有过想在过年后换份新的工作 或想返乡工作的想法呢 但是又面临了自我能力上的不足 自己能做些什么就又因此打消了念头 即使民间团体以及政府机构 都有所谓的在职进修课程或是专案 都能让民众好好的善加利用 我就建议各位善用你的资源 因为政府现在有给你 只要你有劳保农保 你有三年七万块的一个学习的补助 然后只要你是原住民或特殊身份的全额补助 你上课都不用钱 那一般民众呢也可以利用这个资源 可是政府呢帮你负担百分之八十 你只要负担百分之二十就可以 所以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业人才投资的方案计划 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的去善用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方案的话 你上网打电脑 你搜寻你就知道这个方案 你可以去学很多的东西 包括你可以去学烹饪或者是电脑 到巨匠去学啦 东区资讯啦 还有很多地方包括我这里呢 你就是可以写很多的手工艺 就像我1月15号我已经开了这个美容美法 然后再过完年呢 2月18号呢 我还会开18班 像是行政院劳委会直信局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 三年内可补助七万的学习课程 只要具有就业保险 劳工保险或农民保险身份制在职劳工 都能报名参加 甚至有些课程只需负担些许的费用 就可学习多样的工作技能 让自己在未来的职场上更加得心应手 东台新闻杨国柱陈进雄报导